从2004年年底开始啊 沈阳市黄谷屯警方连续接到报案 一些舞厅里边的舞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下落不明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黄谷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根据报案 派人员呢 深入辖区的各个舞厅明察暗访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初入舞厅的女人呢 有的是下岗失业的 以陪舞为谋生手段 赚俩钱维持家庭的开销 有的是做买卖的 闲着没事 进舞厅放松放松 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舞伴 相互联系 也不那么特别紧密 另外啊 喜欢跳舞的人呢 流动性很大 今天进这个舞厅 明天就去那个舞厅了 沈阳那么多舞厅 寻找失踪的舞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辖区里边接连出现这种失踪的案子 公安机关他也不能不调查呀 忙了两三个月 这案情啊 没有丝毫的进展 情急之下 环谷警方向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案二大队 傅右红 傅大队长来求助 说实在的 面对这一桩桩舞女神秘失踪案 傅队长也迷糊 你问我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去 没任何线索 失踪舞女的家人也说不清他们究竟跟什么人来往 茫茫人海 从哪入手呢 傅队长啊 把能搜集到的失踪舞女的有关资料 一一进行研究 打算从里面找到突破点 哪怕是其中任何一个人最后一次打电话 也算是有点抓闹啊 这项工作麻烦 琐碎 费心劳神 但也没办法 破案啊 就是这样 在没揭开谜底之前 所有看似无关紧要的工作 都得去做 很多贪案小说啊 相关的影视作品呢 把这些警察呀 说的神乎其神 一个个都跟福尔摩斯似的 一点蛛丝马迹 立刻大脑高速运转 还能还原现场 然后找到凶手 找到嫌疑人 现实世界里面哪有那么神奇啊 你无非就是大量的无效工作 最后你排查一万条线索 有那么一条有用的 你能把这案子破了 这就谢天谢地了 就在副队长研究破案资料的时候 2005年3月份 黄谷区警方又传来消息 这回啊 不是五女失踪了 而是被杀死在家中 副队长放下手下的工作 跟黄谷刑警到现场走了一趟 既然是五女被杀 那么就有理由把这起案子和五女系列失踪案 放在一块考虑 万一要是能从中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呢 案发现场啊 是很简陋的民宅 五女死在床上 身上值钱的丸都被人掳走了 屋子里面呢 也有翻动的迹象 按照常理推测呀 死者可能是在五厅认识了凶手 领回家里边呢 做皮肉交易 打算赚更多的银两 结果引狼入室搭上性命 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 以往发生的类似案件都是这么个套路 在五厅里边跟人谈好价钱了 走吧去我家吧 到了家里边 哎 让人杀了 副队长对案子的内容 不想做更多的探索 他关心的也是最感兴趣的 就是死者家属说呀 死者的手机不见了 手机也就成了这起凶案的唯一线索 当然了 也可能成为侦破五女系列失踪案的那把开门钥匙 副队长开始密切注意 副队长开始密切注意死者被截手机的动向 一连一个星期没有任何的动静 副队长就在耐心的等待着等到第十天 终于有情况这手机一旦开机通话都能够被迅速定位 通过定位 通过定位发现被抢劫的手机在大东区一个叫李强盛的人手里边 那这李强盛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李强盛啊 三四十岁 是个出租汽车司机 经常在黄谷区跑活 手里边宽绰喜欢交朋友 副队长找到李强盛的时候 李强盛正准备出车 俩人交谈的话题就是一个 为什么黄谷区被杀舞女的手机会在你手里 李强盛说 什么手机啊 什么舞女手机啊 我哪知道啊 我这手机也不是你们说的那个牌子的呀 并且呢 拿出来了自己的手机 检查同志你看 这是吗 副队长笑了笑说 你啊 没说实话 这场心理对抗足足进行了五个小时 李强盛服了 是 手机在我手里 人是我杀的 还不止一个 就像办案人员 在舞女被杀现场推测的那样 李强盛和死者认识之后 就去了死者的家 作案之后呢 劫走了钱财 这李强盛啊 长得还不错 白白晶晶呢 打眼一瞅呢 就是钟后老师那种类型的男人 见人面带三分笑 请朋友下馆子 喝啤酒 不在话下 他有个最大的嗜好 就是逛舞厅 哎 就一听到这舞曲啊 他这脚心就痒痒 他不跳上那么几步啊 他就难受 再说了 跳舞也便宜 买票进舞厅 在那个年代 高档点的场所 花二十块钱就能进去 能搂个舞女 跳三支曲子 如果在中低档的地方呢 十块钱就能跳三曲 这李强盛心里也琢磨着 嘿 看那些舞女 多漂亮 大街上 我问人家 哎 我给你十块钱 你让我抱十分钟行吗 那不得大耳帖子抽我呀 这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一抱抱那么半天 值啊 舞女呢 主要是挣钱 要是男的肯大方点 很多舞女啊 还会接受超值的服务 李强盛图的是便宜 要的是心情 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少舞女 为了增加自己 吸引男人的魅力 往往把自己打扮得 跟贵妇人一样 大项链 大戒指 可劲往脸上磨粉 一出汗 都能弹尖饼 大项链 跟狗链差不多 这跳起舞来 那香气 呵 比文香都呛得好 李强盛看他们满身的 披金带银 这眼睛就热辣辣的 这大项链子 这得值多少钱 这大戒指 暗暗的就打起了 这部分舞女的主意 请他们跳舞的时候 舍得甩票子 不二十块钱吗 也有钱呢 二十块 来 二十块五毛八 带他们吃饭下馆子 也舍得点好的 想吃什么 随便点 羊肉串 先来两串 一来二去 李强盛就成了舞厅小王子了 舞女们是争相献媚 和他套进 哎呦 强哥 盛哥 李强盛呢 有两个好朋友 闲着推杯换盏的时候 没少对天发誓 过去古代那时候 一个头磕地上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李强盛跟这俩朋友 一样 摆把子 咱们都是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有钱大伙一块赚 现在 富贵就在眼前 我哪能忘了 我这几个兄弟呀 来我说兄弟 最近呢 我有个想法 能挣笔大钱 哥不喜欢跳舞去吗 我就发现这些舞女呀 真是穿金带银 那大金项链子 一个恨不得半斤的 咱要是把他们给抢了 反正我感觉这事啊 能干 要不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般情况之下 一听说朋友 想干抢劫的买卖 得赶紧告诉他 这不能干啊 违法犯罪 抓着之后是坐牢的 再说了 咱做人能这么昧着良心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是正常情况 可他这朋友啊 跟他一露货色 一听 好啊 有钱不挣 那不傻子吗 抢他们 没问题 抢 后来啊 据李强盛供述 他和同伙呢 之所以把舞女 列为作案对象 是因为舞女啊 大多数自己一个人住 大部分来都是租的房子 有一定的现金手势 都是自己保管着 再有呢 他们的工作都是偷偷的跟人私会 很容易骗走喽 而且失踪之后 短期之内不容易被发掘 周围的人也会感觉 还准是跟谁啊 这跟人过个十天半个月 又捞不少钱 最重要的一点呢 女人比较容易被制服 你要告诉他 哪个世界拳击冠军家里边有钱 他也知道有钱 你吓死他 他也不敢去啊 基于这样的理论跟考虑啊 李强盛呢 就经常和那些关系挺铁的舞女约会 骗到隐秘的地方 就把他们杀了 抢走现金金银手势 手机等等等等 碰到值钱的衣服呢 也扒走了 换酒钱去 真是好多那种名牌衣服 扒下来 大不了一千块钱的衣服 五十块钱往外卖 卖几件也能挣不少呢 也能抽两盒烟 喝片好酒呢 尸体呢 一般呢 都是扔到枯井里边啊 或者壕沟里边啊 埋起来 就完了 就这三个家伙啊 就用这种手法 一共杀死了五名母女 李强盛最后一回作案 就是跟那个舞女回家 进屋之后 没多长时间 就把这舞女啊 就杀死了 每一回事后啊 李强盛呢 也会害怕 也心虚 这一回 跟其他的那些舞女还不一样 有点后悔 因为这个舞女对他很痴情 他呢 也有点喜欢这个舞女 俩人是稍微有点感情的 后悔害怕 又担心罪行败露 抖抖活活的 这就留下了蛛丝马迹 结果李强盛还真就栽在了 这最后一名舞女身上 拿下李强盛的口供 副大队长 把他交给黄姑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继续深挖 黄姑警方根据李强盛的交代 很快把他的两个同伙 抓捕归案 办案人员呢 马不停蹄的核实案情 弄清了近一段时间 黄姑区失踪的舞女 都是被李强盛等人杀害的 舞女系列失踪案 终于真相大白 案子破了 黄姑警方所有参战人员 该立功的立功 该受奖的受奖 这一样就算翻篇了 过去了 可是树欲静而封不止 从2005年4月份起 黄姑区的舞厅又陆续爆出了 舞女神秘失踪的传闻 那么这一次的凶手 又是谁呢 按说呀 作案凶手李强盛和他的两个同伙 已经抓着了 舞女系列失踪案 也算结束了 该翻篇了 然而从2005年4月份开始 黄姑区的舞厅又陆续爆出 舞女神秘失踪的传闻 这黄姑的刑警啊 兴奋劲还没过呢 嘿 刚领了奖金 刚受了褒奖 心里这个痛快呀 这一下子 等于一瓢凉水 啪的一下 浇个透心凉啊 刚处理完李强盛 啊 又蹦出来个李强盛啊 怎么还是找舞女呢 这事情发展了 比黄姑警方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2005年4月5月间 沈阳市西郊东郊的荷兰村 沙盒子等地 相继发现了尸体碎块 这些尸体都是女性 而且绝不是一个人的 有的尸体碎块胖点 有的瘦点 有的黑点 有的白点 这一下子 可惊动了沈阳市公安局 对来历不明的女性尸块 高度重视 责成各分局 结合各区的实际情况 加紧调查 找到诗员 迅速破案 与此同时 沈阳市的舞厅舞女 失踪的消息 依然时不时的爆出来 黄姑区公安分局 压力相当大 当年黄姑区有一个舞厅 叫大世界舞厅 李强盛他们害死的舞女 都是从大世界骗出去的 当年4月20号 黄姑刑警所接到的 报案失踪的舞女小金子 也是从大世界出来的 这小金子 36岁 没有职业 几乎天天泡在舞厅里边 赔舞赚钱 3月25号 小金子的家人 发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就满世界的找 打手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问熟人 不知道啊 没见着他呀 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这又是一桩 无头无尾的舞女失踪案 黄姑刑警 没有什么破案的良方了 再次求助刑警大队 傅佑红副队长 副队长则无旁贷 刚破了一起 这一起啊 接着来吧 立即介入此案 小金子失踪案 成了摆在副队长面前的一道难题 小金子失踪的时候 戴着手机 手表 金项链 金戒指 金耳环 这手表和金货 很容易变成钞票啊 手机呢 却一点被使用的迹象也没有 和李强盛案件一样 找到舞女小金子的下落 这手机是唯一的指望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小金子难觅踪迹 众多舞女神秘失踪的消息 是纷至踏来 沈阳比较有规模的舞厅 都发生过此类案件 这可怎么办呢 那一个没找着呢 紧接着又丢一个 这个还没细研究呢 嘿 第三个又丢了 春去下来 转眼就是秋末冬初 副队长终于捕捉到了 舞女小金子 被截手机的信息 经过技术定位 副队长找到了 那部手机的现任主人 小赵 小赵说了 手机不是我的 是从我女朋友手里买过来的 嘿 这对象啊 搞得真憋屈 拿个二手手机用 还得买 他女朋友呢 是在舞厅跳舞的 副队长一路追下来 感慨很多 小金子 被截的这个手机呀 被捣了好几手了 小赵是找他女朋友买的 他女朋友 是找另外一个舞女买的 副队长呢 就又找到了 卖手机的这个舞女 这舞女说 哎呀 这手机 我早忘了这码事了 干我们这行的呀 天天接触逛舞厅的舞皮子 我才懒得记那些 沉芝麻烂骨子呢 可副队长发现了 这个舞女说话的时候 眼睛里边眼神闪烁 说话是搔手弄姿 估计是没说实话 于是副队长耐心启发他 我说 姑娘 好好想想 那个手机 是从哪儿得来的 啊 我们这也是办案子 你这要是知情不报 回头真出了什么事 可也得算上你一份 你可琢磨清楚了 这一来二去 最后啊 这舞女也紧张了 这个手机啊 是大老刘给我的 大老刘 谁啊这是 哗 大老刘你都不知道 那可是最有绅士风度的男舞伴了 哎呦 舞步棒极了 跟他跳舞啊 比神仙还美呢 行了行了行了 我哪有功夫 听你在这儿白胡呀 赶紧说说 大老刘什么情况呀 大老刘啊 在大世界舞厅知名度最高了 到哪一打 谁都知道 哎 大老刘的底细呢 我也说不清 反正我跟他就合得来 处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大老刘到底干什么呢 想干我们这行的 也根本没必要过问 喜欢就得了呗 副队长跟他聊的呀 这脑子也是一团将 东一句西一句 南一棒子北一锤子的 这小金子失踪案 唯一的线索就是手机 找到手机 就等于撬开了案情的一角了 查到手机导手的源头 是大老刘 那么这大老刘 一定就是小金子 失踪的知情者 这人是老五皮子 什么叫五皮子 天天来这跳舞的 天天接触舞女 这大老刘 完全有作案的可能 副队长跟黄姑刑警 交换了一下意见 那帮兄弟 对副队长 真是钦佩的五体投地 一听说小金子有消息了 摩拳擦掌 恨不得马上就把这大老刘 给逮着 副队长又向支队领导汇报 经过支队同意 专案组准备传讯大老刘 警方这一查呀 果不其然 跟舞厅的常客们说的一样 大老刘知名度很高 口碑还不错 大伙一提起来都是 嘿 老刘 风度翩翩跟个绅士似的 跳的人是真好 啊 跟他跳过舞的舞女也说 大老刘 对我们这些舞伴 彬彬有理 跳舞的姿势特标准 一码国标 从来不摸摸缩缩 搞小动作 出手也大方 还有一个舞女 跟大老刘吃过饭 大老刘请客贼讲究 啥好吃就点啥 喝酒从没失态的时候 从不跟女人勾肩搭背 掉膀子 嘿 跟他触帖子 太值了 这大老刘啊 跳舞确实讲究 他一到舞厅 舞女就不找别人了 挨个等着和他跳 那待遇啊 把其他来跳舞的这些男的 羡慕的一个个 眼红的不行 还是大伙都说呢 嘿 也不知道 这大老刘 怎么就这么有女人缘呢 经过进一步调查 大老刘 名叫刘学新 55岁 住于洪区黑山路 曾经呢 当过季洪电梯制造厂的厂长 在经常逛舞厅的舞皮子里边 大老刘是有身份的体面人 口袋里也不缺钱 要说起来吧 大老刘 长相还真是挺普通的 也不高 小眼 但会打扮 平时西装革履 这一举手投足啊 嘿 就是比别人显得那么优雅 这么说吧 大世界舞厅 只要有大老刘 基本上就是他的专场表演 甭管是华尔兹还是汤儿 保证满堂才 还有啊 大老刘不但舞姿高雅 舞风很正 而且特别尊重女伴 很多去跳舞的呀 都是偷偷摸摸的 趁着跳舞的时候 左摸一把 又碰一下的 大老刘不这么干 不玩鞋的 并且给舞伴的小费 从来不吝啬 跳完之后啊 有时候还彬彬有礼的 请舞伴到饭店 小酌两杯 请人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 人也不搞那些歪的鞋的 大老刘家庭没什么负担 孩子都出去了 只有啊 老两口在家里边 老伴呢 给别人看孩子 挣点零花钱 大老刘没钱没挂的 一天到晚 就是出入舞厅找乐 就这么个每天乐颠颠的 大老刘能和一桩舞女被杀案扯上关系吗 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2005年11月3号下午 大老刘到离家不远的个人诊所 找医生啊 割除眼袋 虽然说在舞厅里边风光无限 毕竟年过半百了 这头发是一年比一年少 渐渐露出这光光的头顶 眼袋呢 也不争气的长出来了 其实说回来 到这年纪了 都有眼袋啊 这有什么呢 可是大老刘自己不满意 他说了 这道舞厅里边跳舞 却拿不出手啊 因此呢 下决心把眼袋割下去 这样显得年轻点 医生呢 也免不了跟他开几句玩笑 哼 这家伙 这是要焕发第二春呢 啊 医生给他做了手术 割除了眼袋 小心的缝合好窗口 然后呢 贴上了药布 这就算处理完了 这刚忙完 诊所门就开了 闯进来几个陌生人 刘学欣 公安机关 依法传讯你 啊 我是守法公民 为什么传讯我呀 你涉嫌与一桩凶案有关 希望配合我们的调查 什么 我跟凶案有关 怎么可能吗 大老刘猛的跳起来 朝出示证件的侦察员 大喊大叫 侦察员 不管他怎么辩解 拿出铐子 直接靠在他的手上 大老刘使劲这一挣扎呀 他那眼袋那窗口 刚缝合好这一使劲 啪击 又站开了 鲜血啊 鼓鼓的就渗了出来 跟两道红蚯蚓似的 顺着脸颊就流下来了 在外边的副队长 一看侦察员 把满脸试血的大老刘压出来 还责备他们呢 这帮小子啊 下手太重 怎么把眼睛都给人打冒了 谁敢动他一个指头啊 这老家伙臭美 大老头子了 来割眼带来了 副队长让人把大老刘 押到皇姑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自己带人依法搜查 大老刘的家 这一去可不得了 接出了一连串的血腥残案 大老刘的家呀 是旧式的两居式的套家 室内的陈设呢 比较简单 侦察员首先在床头柜里边 搜出了十多块 各式各样的女士手表 在一边的大老刘的媳妇一看 瞠目结舌 赶紧解释 哎呦 警察同志 我是真不知道 这些表哪来的 哎呦 我都不知道 放着这这这这么多这玩意啊 我这家里边不可能买这个呀 警察在阳台上呢 又翻出了大量的黑色大塑料袋 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有这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 按说 哎呀 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买卖 装垃圾也用不着这么大的袋子呀 哎呀 谁知道老刘这是拿这干什么呀 侦察员呢 从箱子里边 又翻出了大老刘的一个存折 发现存折上个隔三差五的 就存进去个三千五千的现金 这跟大老刘的自身经济条件出入很大 他就一挣死工资的 哪来这么多钱呢 侦察员呢 就问大老刘的妻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都是什么收入啊 哎呀 这老刘在外边天天逍遥自在的 说实话 他背着我存这些钱呢 我还真不知道 家里也没什么来钱的门道啊 我天天在别人家帮着看孩子 这自家的事啊 管的也少 问的也少 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有时候呢 老刘就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呀 说可能晚点回来 他呢 偶尔还领人来家里打麻将 也能抽点红 可这也挣不了这么多呀 副队长就把这些疑点呢 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候 技术人员呢 在大老刘家的各个房间 开始进行调查搜索 在卫生间里边啊 发现了一些血字 把这些血字呢 也提取下来 等待化验 这血检报告 很快就出来了 一共有五个人的血迹 四个女性 一个男性 经过DNA鉴定 男性的血迹 就是大老刘自己的 而四个女性的血迹 其中之一 与铁锡区一位失踪的舞女 DNA相符 可以认定 老刘家的卫生间 就是他的 杀人作坊 这边的审讯也异常艰难 大老刘的割除眼袋手术 那个窗口啊 流血不止 上什么止血药也不好使 这血呢 不停的流 滴在水泥地上 这大老刘 对刑警的提问 也是避重就轻 装聋作哑 尽管那些手表 塑料袋 存折等等物品 放在眼前 还是咬牙奸挺 不是我干的 我没干过坏事 我口碑多好啊 去问问去 审了半天一夜 黄姑刑警 也拿大老刘 没办法了 专案组经过 刑警支队领导的同意 把大老刘 交给专案二大队审讯 副队长早就预料到 审讯的难度 就把大老刘 带进特审室里边 得亲自 和大老刘交锋 特审室 非常的安静 安静的让大老刘 这心里边啊 他没底 副队长就盯着大老刘 也不说话 一连十分钟 一声不吭 盯着这大老刘 心里是直发毛啊 这时候 大老刘突然提出 我想上厕所 副队长 就让侦察员 带他出去方便 大老刘刚站起来 一把推开了侦察员 一头朝暖气片 就撞了过去 侦察员手机眼快 使劲拽住他 把他重新 摁在了铁椅子上 副队长看得很明白 大老刘的心里防线 已经开始松动了 现在只是硬撑着 他何尝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啊 肯定掉脑袋呀 副队长 副队长依照掌握的证据 一点一点的和他谈 又审了一天一夜 他终于开口了 而这一开口 副队长就震惊了 来说说吧 大老刘的犯罪诡计 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老刘 刘学新 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曾经下乡插队 1972年回城 先在钢厂做临时工 后来转到了铁锡区 季洪电梯制造厂 当正式工人 1991年从车间主任 一跃成为了一场执掌 季洪电梯厂啊 现在来看 也就是个200人的小厂 但在那个年代 还是不错的 刘学新执掌大权之后 大吃大喝 热衷于泡洗浴中心 找小姐养情妇 对厂里生产销售情况 很少过问 你说哪个厂子 摊上这样的厂长 能好得了啊 企业效益可想而知 没几年就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 1999年企业整体买断 刘学新怀揣着一万块钱的散伙钱 家里边就闲下来了 养老了 要权没权 要钱没钱 刘学新这心里边啊 还真是挺苦闷的 一想起自己当厂长那时候 花天酒地 声色泉马 他一想着 他这心里边他就来气 他自己啊 曾经多回都说过 这社会不公平啊 我是什么 人才啊 不给我这样的人才 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 刘学新呢 没想过到别的地方打工去 他说了 我原来厂长啊 国营大厂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原来是多风光啊 让我去给别人打工去 沦落到别人手底下混饭去 我不去 太丢人 可是没有经济来源 这生活怎么维系啊 散伙钱就一万块钱 跟大老刘原来似的那个活法 又泡澡 又找小姐 花天酒地 大吃大喝 这能花几天呢 大老刘没办法了 只好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2002年 刘学新 大老刘 遇到了以前经常陪他的一个小姐 俩人一看 这当年 这也算是好朋友啊 俩人免不了那小卓几倍 这小姐呢 还提起来这茬呢 说嘿 刘厂长当年 大权在握的时候 一指千金呢 提起这些 这老刘心里边啊 更不是滋味 他也不想在女人面前 露出寒酸馅 于是就抢先付了账 后来呢 俩人又接触了机会 刘学新发现呢 这个小姐 可是有钱 穿的戴的跟原来可不一样了 于是就动了杀机 找了个机会 就把他给弄死了 还发了一笔可观之财 还不少的金银首饰呢 杀了人 大老刘提心吊胆了好长一段时间 毕竟原来没干过呀 别出什么事啊 别抓着我呀 那一段时间那么多钱 一分钱也不敢花 过了好久 这才敢慢慢的把那笔钱花出去 这事过去之后啊 又过了有两年的时间 刘学新忽然对舞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事没事就往舞厅钻 有过当厂长的光辉历史 吃喝玩乐样样在行啊 跳舞又是长相 原来当厂长的时候可没少跳过 很快刘学新 就在舞皮子中间 鸣声雀起 别看他个头不高 还偏偏得了个大老刘的哑号 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 他对女人肯花钱 舞风筝 口碑又好 大老刘去舞厅 总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像前边咱们提到的出租车司机 李强盛一样 刘学新跳舞 目不斜视 他不想着 左摸一把 右碰一下 他这眼睛啊 就盯着舞伴的项链戒指 跟精巧的小皮包 这项链 少说好几千 这戒指 漂亮 带钻石的 哎呦 这小包 这小包出去也能卖不少呢 乖乖 这一下 这得多少钱呢 于是 大老刘对物色好的目标 就伸出了黑手 2005年3月22号 大老刘把舞女小金子约到家里边 轻而易举的 把他杀死在卫生间里 可是啊 这小金子身上还没多少钱 就抢到了40块钱 有一些金银首饰 有手机 杀完之后 就在自己家里边 进行碎尸 把尸体肢解之后啊 分别装进了 早已经准备好的黑色塑料袋里 趁天黑的时候 出去扔掉 人是杀了 可是费半天尽 就得了40块钱 大老刘这心里边 不甘心呢 第二天又出现在舞厅 依然是风度翩翩 别看刚杀了人 一点显不出来 笑容还是那么从容 他呀 在心里面 某种程度上 又找到了自信 以后这些女人 就是无穷无尽的裁员呢 从那之后 刘学新是连连杀人 害命 手段如出一辙 他所有的一切恶行啊 老伴丝毫没有察觉 都是在老伴给人当保姆 在别人家的时候 又杀人 又分尸 利利索索弄完呢 就在落网的前一天 他还杀了一名舞女 抢到的存折 就揣在口袋里 刘学新 杀人碎尸 把这尸块 都扔在余虹区白山路的绿化带 以及排水泵站的电井里边 他的作案凶器呢 则是藏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角落里 震惊沈阳的大老刘杀人案 被揭开了神秘面纱 在各个舞厅引起了一阵恐慌 谁能想到 一贯作风正派的大老刘 竟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魔王呢 大老刘在看守所里边啊 又交代了几起杀害舞女的血案 由于这个时候啊 舞女的那些尸体尸块 大多数腐烂 难以辨认了 法医费了很大力气 才拼出了七具完整的尸体 因此检察机关 只能认定刘学新的七起命案 随后 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6年11月8号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判刘学新一案 一审判处其死刑 刘学新当庭表示认罪 押回看守所之后啊 他还一反常态的对管教说 怎么才认定七条人命呢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都说了吧 管教见刘学新不想开玩笑 马上找来有关人员 对刘学新进行审讯 深挖于罪 刘学新交代 一共杀害了十六名巫女 警方根据刘学新的最后交代 又找到了若干的女性尸块 但是此时在何时时源 几乎是不可能了 本期节目啊 为大家讲一桩 发生在官场上的谋杀案 咱们呢 先说说主人公 主人公姓陈 叫陈锦云 1947年的时候啊 出生在江西省东湘县 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边 陈锦云这人呢 从小啊 特别的刻苦 别的小孩都是满街风跑 唯独人陈锦云 读书啊 要多努力 有多努力 凭借自己的本事 1962年就考上了江西野金学院 三年之后呢 毕业了 分配到了干南大吉山乌矿工作 一个落后乡村的穷苦学生 说能找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矿上的工作 别人想都不敢想啊 所以他呢 也是加倍的珍惜 到了乌矿上班以后 还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后来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锦云被调回老家福州行署纪委工作 因为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不久之后 又被提拔为了办公室的主任 回辅州工作以后啊 辅州地区的崇仁县县委书记 因为违法违纪被革职了 年轻有为的陈锦云 就代表地区纪委 带队来到了崇仁县蹲点 调查处理崇仁县县委书记 以及领导班子的问题 陈锦云也是不辱使命 工作做的特别的出色 组织部门呢 也没对他进行多少考察 就安排他留在崇仁 当了县委书记 陈锦云总算是一步一步的 这也算是当上了县老爷了呀 一当上县委书记之后 整个人呐内心开始膨胀了 他呢就把他所拥有的那点权力 当成自己的聚宝盆了 做了很多让老百姓非常不满意的事情 后来组织上一看没办法 又把陈锦云调回釜州地区科协工作 这一调动 陈锦云这心里边他不服气呀 他不舒服啊 县委书记这是大权在握 到科协那有什么权力呀 哎呀 我这县委书记啊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了 什么都没了 陈锦云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呢 挖空了心思千方百计的想调离辅州 1992年10月份的时候 他呢 从辅州就出来了 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江西省安义县的县长 他刚一上任 那腐败的嘴脸呢 就又彻底暴露了 他当县长的时候 在位的县委书记姓胡 这胡书记啊 后来也反映了这么几个情况 说陈锦云到了安逸之后 一件实事也没干 并不是想着说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谋福 而是我行我素 不停的为自己买车换车 在那个年代汽车可是大物件啊 陈锦云啊 也知道 你看人书记都没换车 我一县长换车 多不合适啊 就只是一个个体户给胡书记 也买来了一辆车 什么车呢 丰田皇冠 各位 那个年代的皇冠 可比现在路上见个老死都稀哈啊 胡书记呢 人没药就拒绝了 随后啊 也批评陈锦云 锦云啊 你这是违纪啊 你这是超标买车呀 啊 咱们哪能坐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呀 陈锦云呢 嘴上答应着 嗨 这有什么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 不仅没听进去 心里边啊 对胡书记是怀恨在心了 大伙对陈锦云不满意的地方 除了是奢侈腐败之外 另外一条呢 则是他的霸气啊 目中无人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一回啊 县里边呢 召开书记办公会 县委呢 研究人事问题 县委书记是人胡书记啊 啊 陈锦云你是县政府的县长啊 人会上已经决定了 谁谁谁在哪个岗位上不错 往往一个晚上 陈锦云就全都翻过来了 捏造事实 无中生有啊 你们说张三 不行干不了这个 李四门都没有啊 他这个人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往往到最后是 他想换谁就换谁 除此之外 陈锦云的腐败啊 是让大伙都戳几两骨的 举个例子吧 1993年元旦之前 马上不也快过年了吗 陈锦云呢 和四个手下一合计 你说快过年了 咱不得买年货了是吧 哪来钱买呀 这么着吧 让水电局下属的 工业物资公司经理陈嘉勇 拿五万块钱公款 给咱们五个人呢 一人一万 私分公款这件事 陈锦云呢 感觉做的是 神不知 鬼不觉 但是呢 人那公司 人也收不了 这个呀 后来啊 就也向胡书记 汇报了这个情况 这钱还没拿出来呢 胡书记啊 就制止了这件事情了 给陈锦云气的呀 是暴跳如雷 从这开始 陈锦云感受到一个问题 只要胡书记 还当着县委书记 我这县长 可就是一个摆设 想来想去 他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狠狠的修理修理胡书记 让他这县委书记 你就当不成了 刚才咱提到了 那个公司的总经理 叫陈锦云 陈锦云就找到了臭味相投的陈锦云帮忙 1992年10月 陈锦云到安逸县当县长 一个月之后 这陈锦云可就巴结上了陈锦云了 没过多久 陈锦云涉嫌偷漏税 被南昌市检察院关押起来了 因为陈锦云从中关照 做了不少的工作 付出不少努力 陈锦云得以取保候审 从这以后 这陈锦云可就算是陈锦云 的左膀右臂了 这回陈锦云 请陈锦云帮忙 不为别的 就是咱们俩得联手 把这胡书记给他搞下去 陈锦云呢 策划了这么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由陈锦云出面 找人呢 写无告信 告胡书记 可是这信呢 寄出去好几个月 也没挤走胡书记 陈锦云这一看 不行啊 这招不管用啊 咱们来第二招吧 这第二招就是当年震惊南昌 乃至震惊全国的1013政治谋杀案 陈家友啊 认识一个人叫于君 这于君曾经因为斗殴 被劳教过两年 他就想让于君呢 开车去撞胡书记 陈家友拿出来一万块钱给了于君 那时候一万块钱 还值钱呢 让于君呢 买两辆外形相似的旧吉普车 过去别看钱值钱 但是过去那车也值钱 大伙就想把一万块钱两辆的旧车 得救到什么程度啊 反正能动就行呗 就开一回 一辆用于作案 一辆用于作案之后 掩人耳目 在这期间呢 于君呢 也找着帮手了 江西省德安肥营石矿汽车队的工人 叫冯安平 有事求于君 于君就跟他说了 这么着吧 你求我的事呢 我想法给你办了 但是有个前提 我也有事得让你办 看你办得了办不了 什么事啊 你开着车 把谁谁谁给我撞了去 行啊 没问题 1994年10月13号 陈锦云呢 知道胡书记要在县里的文丰园开会 于是他就告诉了陈嘉勇 加油啊 今天呢 胡书记要在文丰园开会 知道吗 行 陈县 您就甭担心了 这事啊 交给我了 晚上七点左右 陈嘉勇就让于君到文丰园去等着去了 于君立刻叫上了冯安平在那伺机作案 晚上九点来中吧 胡书记开完会和班子里的其他几个人呢 就从文丰园走出来了 他们的是不行的 走到安义县解放大街的时候 和另一个人就走在马路边上的 突然就见一辆车啊 紫牛就冲了过来 胡书记啊 被撞的飞出了十几米 旁边的同事呢 哎 也都被撞伤了 要说起来啊 这胡书记命也大 没有生命危险 不仅如此 后来经过法医鉴定 胡书记被撞的都飞出去了 但是仅仅是轻伤甲级 虽然说伤的不是那么的严重 但明摆着这是奔着杀人去的呀 1013政治谋杀案发生之后 原本应该被绳之以法的陈嘉勇 却安然无恙 怎么回事呢 因为前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新民跟陈嘉勇啊 关系特别的好 陈嘉勇在曾新民的保护之下逍遥法外 而浑身是伤的胡书记呢 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被迫调离了安义县县委书记的岗位 而陈锦云呢 则阴谋得逞了 风风光光的当上了安义县县委书记 兼任人大主任 陈锦云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总算又当上县委书记了 这一当上书记 比当年在重人当书记的时候 更霸道 更无法无天 当时县水产局的局长姓王 这王局长呢 就找到陈锦云 陈县呢 我想把我的爱人呢 调到县公安局工作 这陈县长呢 也挺现实 没用的 那说他干什么呀 对吧 当然啊 人不会说这么直接 哎呀 这事不好办哪 哎呀 这事有难度啊 哎呀 很多同志看着呢呀 王局赶紧啊 送了五千块钱 陈县您看这事办 立马办 哎 五千块钱就办成了 县农资公司 有一副经理姓袁 他呢 想当县公销社的头 也是找到陈书记 哎呀 陈书记啊 你看这事 哎呀 不好办哪啊 你看那么多同志都看着呢啊 送五千块钱 陈书记您看这事办啊 立马办就也给办了 您各位说了五千块钱 一个手机钱就办了 各位九十年代初 一般情况之下 一个人工资也就是一二百 送五千两三年的工资呢 就这么着 安逸县的干部提升啊 或者调动工作呀 都是陈锦云一手抓了 完完全全由他个人说了算 不过有句老话 哪有邪恶 哪就有正义 正当陈锦云得意忘形的时候 有人向他宣战了 那么这人到底是谁 最终那起政治谋杀案 又是如何被翻出来的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正当陈锦云当上县委书记啊 在那15贺6的时候 原安逸县龙金镇党委书记 曹政法等人 就向检察机关举报了陈锦云 一共是15个问题 其中包括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等等 可是陈锦云 毕竟是有着非常广的社会关系网的 很快就知道 曹政法他们向检察机关举报了 他腐败问题的消息 而且怀疑背后鼓动指使曹政法 他们的就是安逸县委副书记万先勇 陈锦云就想着咱们呢 逐个攻破吧 立刻打击报复曹政法 先是在县委书记办公会上 不顾万先勇等常委的反对 将曹政法就地免职 紧接着呢 陈锦云又暗中指使别人伪造匿名信 举报曹政法有经济犯罪问题 指使县检察院的一名副检察长 强行把曹政法就关押起来了 这一系列的操作都不符合流程啊 万先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对县检察院的有关领导提出了三条意见 说一没搞清楚的问题要继续搞清楚 第二曹政法要立即释放 你们现在已经违法了 你不能知法犯法呀 第三立即召开党组会 统一意见之后 立刻向南昌市检察院和安逸县委领导汇报 这万先勇是县里的三把手 各位 人陈锦云可是一把手啊 这一把手一看 怎么着 三把手这是要枪火呀 这是要示威呀 要造反呐 于是他决定报复万先勇 1995年9月初的一天 陈锦云呢 把陈家友叫到家里边 阴沉着脸就跟他说 家友啊 我叫你来 知道什么事吗 你想承包安逸商城二期工程 我多次提出来让你看 可是万先勇始终不同意 现在迟迟你开不了工 就是他在掐你的脖子呀 这事再拖下去 可就黄了啊 这是在干嘛呀 鼓动大伙啊 让陈家友恨上万先勇啊 陈家友他是个商人呢 咱们总说商人的本质是逐利 他就琢磨着 我要是不把万先勇搞走了 我要是不巩固我们陈书记 在安逸的地位 我这承包安逸商城二期工程 那这就没戏了呀 为了钱 这陈家友啊 也是豁出去了 他呢 通过于军 又故请了 曾经因为敲诈勒索 被劳叫过的无限钟 一起行凶 1995年11月21号晚上11点左右 万先勇啊 上了一天班了 也累的不行了 走着就回到宿舍 把房门打开的时候 刚把房门推开一半 突然呢 从房间里边闪出来一个黑影 万先勇还没反应过来呢 一把刀子就向他左胸就刺了过来 万先勇啊 用左手本能的往下这么一压 结果这刀就刺进了他的左下腹 万先勇忍着疼 赶紧把这钥匙包啊 全都扔下了 不顾一切的就抓住那把刀 没想到这个凶手还真是年轻力壮 用左手搬住了万先勇的右肩膀 右手还在使劲的把刀往里捅 僵持了一会儿 万先勇啊 俩手突然一发力把刀就拔了出来 凶手呢 被逼退了一步 刀被万先勇就夺了过去 可是刀一拔出来 血啊肠子啊也都跟着流出来了 万先勇啊站立不住咔嚓一下就跪在地上了 万先勇拿着刀指着凶手就问 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 凶手没吭声哪能回答你这问题啊 赶紧又扑过来夺刀 万先勇一看 这人呢是要我命的 玩了命的就喊救命啊 有人杀人了 但是啊 此时万先勇因为伤势太重 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 凶手一看 万先勇倒下了 先踹了他一脚 没动他 紧接着又在万先勇的后背上刺了一刀 万先勇的神志还清醒呢 强忍住疼痛 不敢动弹在那装死啊 凶手见万先勇没反应了 这才拔出刀一转身 把门一关就逃跑了 万先勇被歹徒刺伤之后 用手捂着流出来的肠子 从三楼爬到二楼 被听到声音文训赶来的人 及时的送到医院抢救 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安逸县委副书记万先勇 被人谋杀事件 立刻引起了江西省委省政府 南昌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组织成立了1121专案侦破组 迅速展开工作 之后江西省委啊 也专门召开常委会 听取案件侦查工作的汇报 五天之后 也就是11月26号 1121谋杀案告破 凶手吴县忠被逮捕 经过连夜的图审 吴县忠呢 就供出来 我是让陈嘉友雇佣的 我来杀万先勇的 本来呀 我跟这万先勇 没有什么仇 没有什么怨 这陈嘉友到案之后 一口咬定 这起案子就是我雇凶杀人 和别人无关 把全部的罪责都揽了下来 万先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12月3号 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 和江西省纪委书记 写了一封信 万先勇在信里是这么写的 孙敬的领导 安逸县1121谋杀案 表面上看 是一起谋杀刑事案件 实际上是一起利用黑社会势力 排除一己 干扰地方党委政府 坚持正义开展工作的政治案件 据我个人分析 陈嘉友不具时招供幕后策划者 是存有幻想的 按他的思维逻辑 靠山不倒 还是有出路的 1993年 市检察院放了他 不就是有靠山力保他过了关吗 此案能彻底查清 能把幕后指使 策划者都挖出来 那我将是最后一名受害者 我所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这封信就引起了江西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并且很快转到了江西省公安厅领导以及办案民警的手里 事实上啊 办案人员早就把陈锦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公安机关加紧了对陈嘉友的审讯 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吧 陈嘉友啊 最终还是招供了 他承认 之前打算谋害胡书记的1013案件和谋害万先勇的1121案件 全部都是陈锦云幕后指使的 这两起案件的幕后指使人 安义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陈锦云终于是暴露了 1995年12月26号 陈锦云被南昌市公安局执行监视居住 1996年5月7号 经过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陈锦云被执行逮捕 两起政治谋杀案水落石出以后 公安检察等部门趁胜追击顺藤摸瓜 又挖出了另一起大案 各位您还记不记得 咱们上期节目提到过一个人 原南昌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新民 这一次就挖出来了曾新民受贿寻私舞弊案 这曾新民呢是陈锦云的后台老板 堂堂的一个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竟然和陈锦云这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人混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啊得从八六年说起 八六年秋天 陈家友呢 还是安逸县的一个普通农民 承包的甘局员被人哄抢了 当时在安逸县武装部当政委的曾新民 亲自到现场处理 陈家友一看 哎呦 来了领导了 抱大腿吧 从此 这就算是攀上高枝了 他们之间呢 就形成了稳定的权钱交易的关系 陈家友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七年的时间 一共送给曾新民高档家用电器等物品以及现金将近十万元 各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十万 陈家友啊 这是很慷慨啊 也有了丰厚的回报 一家五口人农转飞了 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了 同时啊 在曾新民的提携之下 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安逸县水电局工业物资公司总经理 一九九一年 曾新民升任南昌市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陈家友呢 也就成了省水利厅物资供应公司的法人代表 1013案件发生之后 曾新民知道这事情是陈家友干的 但是他没有追究 这才有了1121案件 陈家友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还说呢 如果曾新民对1013案件追究的话 我绝对不敢再敢1121谋杀案 一九九九年2月12号 曾新民因犯受贿罪 寻死舞弊罪被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九九九年9月3号 安逸县原县委书记陈锦云被江西省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号 参与谋杀两位县级领导的同案犯 陈家友 于军 吴县忠 被押送刑场 执行死刑